18页令吉国家稻米肥料采购弊案有新的进展 反贪会今天再延扣另外两名涉案者 其中一人是外籍的公司主席 当中可能涉及直接谈判6000万令吉采购案 消息人士指出 两名被扣者分别40多岁和50多岁 他们昨天下午到布城反贪会入供后被捕 布城推示厅今天发出5天的延扣令 直到下个星期一 初步调查发现 涉案政府机构的主席没有比价 也没有经过董事局批准下 只用了短短6天 就将6000万令吉的肥料供应合约 直接颁发给这名外国人的公司 而这还是双方第一次有项目合作 加上昨天落网的公司营销主管 这起案件目前已经有三个人延扣 最后退缴的婚事 更多汗 根本贵地 也没有天命 还有天命 最后始终有监控告 可以看出 这个位置 感谢观看